上回讲到张宗祥 曹汝林 吴炳香接连向总统府成文 汇报学生闯入曹宅闹事的经过 徐总统接到成文也知道学生们群情激愤 事出有因 但曹宅被毁 张宗祥被打伤 总觉得学生的所作所为未免过分 也不便袒护 于是便发布了一条绝妙的通令 说 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重集会纵火商人一事 方氏之时 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 妥为防护 乃未能及时制止 以致酿成纵火商人情势 待经警察总监吴炳香亲王指挥 使行逮捕解散 该总监事前调查失疑 叔叔输误 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 有妇职守 着急由该总监查取职名 陈后惩戒 首都重地 中外聚瞻 秩序安宁 至关重要 该总监职责所在 务当都帅所属 切实访米 以保公安 躺在有戒名纠中 扰乱秩序 不服弹压者 着急依法逮捕承办 务烧疏持此令 这道命令既不为曹张申冤 又不去指责学生 反倒把警察总监吴炳香训斥了几句 再惩戒几个警察 徐总统是想把责任推到警察身上就算了 免得矛盾激化 哪知道吴炳香不服气 通过内务部向总统汇报 说明明是学生闹事 不服警察约束 错在学生 不在警察 要求政府严办学生 还有曹张的一班好朋友 也替曹张名冤 请政府依法承办学生 逼得徐总统没有办法 只得再下一道命令 说 据内务总长钱能迅 转据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香 本月四日 有北京大学等十三校学生 约三千余名 手持白旗 陆续到天安门前齐集 议定列队游行 先至东郊民向西口 经使馆巡捕拦阻 遂至交通总长曹汝林住宅 持砖制瓦 植木欧人 兵井拦阻 均置不理 四江临街后窗击破 蜂拥而入 砸毁食物 燃烧房屋 驻日公使张宗祥 被其存欧 伤势甚重 并欧击保安兵队 亦受有重伤 经当场拿获资事学生多名 游厅预审 送交法庭训办等于 学校制设 所以培养人才 为国家一日之用 在校各生 方在青年 置信未定 自当专心学业 起宜干涉政治 扰及公安 所有当场逮捕资事之学生 即由该厅送交法庭 依法办理 指经师为守善之躯 各校学丰 即应力求整斥 着该部查明此次资事确情 呈后何办 并随时认真督查 切实疏导 勿使各率训诫免为成才 无负国家坐欲阴谋之意 此令 这道命令一下又惹起学界风潮 不肯就此罢休 之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亲自到警察厅保释学生 总监吴炳香出见 婉言相告 绝不虐待学生 待张公使病有起色便当释出 尽请放心 蔡校长于是告辞回学校 抚慰学生 让大家安心等待 等到吴炳香被身斥 他不肯接受 政府又不得不加罪学生 因此这第二道命令要求将被捕的学生送交法庭承办 学生们当然不答应 北京大学的学生便要求蔡校长再与警察厅交涉 蔡校长又亲赴警察厅 往返数次 吴总监一概挡架 于是蔡校长也被激怒了 当即提出辞职 离校出京 教育总长傅曾香因职责所在 也承请辞职 曹汝林得知消息 还以为是傅 蔡两人袒护学生 也愤然提出辞呈 自愿去职 会业银行经理陆宗瑜 当时还担任避制局总裁 与曹 张等人一个鼻孔出气 学生们认为他也是卖锅贼 所以陆宗瑜也要求辞职 成文递入总统府后 徐总统不得不派人未留 曹汝林还准备再次提交辞呈 张宗祥伤势略有好转 也坚持辞职 甚至内阁成员也提出总辞职 徐总统不免吃惊 把所有辞呈都退回 要求大家维持大局 国务员们这才作罢 时任交通部次长曾玉俊等人 是段契瑞的人马 与曹 张立场相同 得知学生闹事 便与陆宗瑜联名 电邀徐书征入京 商量严惩的办访 徐书征入京以后 观察政府及各方面的意见 大多主张缓办 又去看望了张宗祥 见他伤势已经好转 所以徐书征也不愿意出头 免得变成舆论攻击的目标 内阁总理钱正逊怕得罪段契瑞 独自去拜访段契瑞 请他出来阻隔 段契瑞当面谢绝 因为段契瑞见徐市长主张和平 乐得看热闹 因此置身事外 冷眼旁观 5月7日是所谓国耻纪念日 纪念民国四年日本强迫中国接受21条 所以也有人称之为五九纪念日 因为5月7日是日本公使递交最后通牒的日子 5月9日是原政府签字的日子 国内的志士一直耿耿于怀 这次青岛又要被日本人占据 再经过北京学界风潮 全国人民更加愤怒 有的开大会 有的发传单 都说是外交失败 应该举国对外 争回青岛 其中上海人民尤为热烈 各团体 各学校 各商会 借上海县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作为会制 召开国民大会 下午一时 民众奇迹会场约有两万多人 以学生最多 之后是各团体 然后是各商会 与会者每人手持白布奇一面 上书大字 内容以征环青岛 挽回国权 国民自决 讨卖过贼 誓死力争等为最多 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本科学生 钱汉柱 年方十九 也效仿北京学生谢少敏的样子 切断右手两指 用鲜血在布奇上写出 还我青岛四字 在会场展示 又有某校学生近百人 自成一对 人手一面棋子 棋子上写的都是成语 如十日和丧 即国人兼约可杀之类 又有一人 胸前悬一块白布 大叔 我是中国人 五字 开会时 大家恭推江苏教育会副会长 黄延培为主席 登台演说 最关键的几句话是 今日何日非五国之国耻日乎 凡我国民应尽五血耻之天之 并望物为五分钟之热度 时过境迁又负忘怀 则五国真不就已 望五国民坚忍诬陷 为国努力 华延培讲完下台以后 由刘日学生救国团干事长王洪石 报告开会宗旨 接下来 叶刚九 汪宪章 朱尹青 光明福等相继演说 都非常激昂 光明福更说 目前要指 在承办卖国贼 话一出口 台下掌声雷动 演说结束后 主席提出四条办法 一 电达欧洲和会我国专事 对于青岛问题 无论如何必须力争 万不获以 则绝不签字 二 电告英 美 法 正位 有以 三 电制各省会 教育会 商会 请其一致电经 力争外交问题 营救被捕学生 四 由本日国民大会推代表 赴南北合会 要求两总代表电经 请从速严惩卖国贼 释放学生 大家听完这四条办法 全都鼓掌赞成 然后全体整队 去见南北合会的两位总代表 当路过英法租界时 杨巡捕出来干涉 援引租界张成说 人数过多 必先通知补房 领取牌照 方许通行 否则不能伪张 大家为他们一览 不得不推选代表 赴合会 请求两位总代表 然而 有几个学校的学生 一定要去 与杨巡捕再三辩论 杨巡捕要求他们 收起旗帜 然后放行了 等到了合会门前 还有四百余人 推举代表 光明府 彭介石 黄建民 郑浩然等入见 南北两位总代表 问明来意后 对他们说 我等已有集电 转达中央了 说着 各取出一页电报 递给光明府等人看 唐总代表的电文说 北京徐居仁先生见 请得经浩 学生未煽动问题 对于曹 陆 张诸人 示威运动 张诸和 受伤特重 政府将你学生死刑 解散大学 国尔 恐中国大乱 从此时矣 窃意学生 纯本 爱国热忱 胸无挡箭 手无寸铁 极有过举 亦可原情 况尽自所争问题 当局能否严惩 学生 了无愧作 年来国事败坏 无论对内对外 纯为三五人之所把持 此天下之所积怨运怒 辟之滴水 必有大绝之一日 自古行赏失当 则游侠之风起 故欲罪人民之以武犯禁 必成官吏之以文卖国 直视若不能以天下之心为心 分别经为严刑处置 更于学生示威之举 措置有所失当 惺惺之火 必且燎原 切为此句 不敢不告 幸赎才之 朱总代表的电报 是拍给国务院的 说 前总理见 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 因为青岛问题 致有意外举动 为维持地方秩序剂 自无可代为解说 为青岛问题 现已动全国公分 左揭山东省议会代表 王者淑等来含请愿 今日和平会议 开正式会 已由双方总代表 联名殿制巴黎陆专使 及各专使 代臣国民恭请 请向和会力争 非达目的 不可签字 已将原殿奉达 各校学生 本系青年 忽为爱国思潮所鼓荡 至有愉悦常轨之行为 血气力士 其情可敏 功本雅上和平 还请将被捕之人 迅速分别从宽办理 以保持其爱国之精神 而告诫其过分之行动 为国家计 为该生计 实为两德之策 迫切陈词 服为采纳 不声祈祷之志 光明府等人看罢 向两位总代表说 两宫电子正与众议相同 足见爱国爱民的苦心 但彼人等尚有一项要求 请两宫特别注意 就是承办卖国贼 最为紧要 朱总代表说 待转告北京政府便了 光明府又接着道 北京卖国党 国民断不承认它为政府 尽国民所可承认 为本处合议机关 所望出力帮助 就在和会诸功 况事关国家存亡 何能再分南北 愿诸功误存南北意见 唐总代表听了也接口说 卖国两次国人可言 如负有政治责任 却不便如此云云 试想有卖必有买 岂不多生纠葛 光明府又说 我等国民淡清内乱 并未牵涉外交 总之卖国贼不去 世界和会绝无办法 唐少仪愁愁半赏 方徐徐答道 这也不必拘迁文艺 但说是行政人员办法不当 即令去位便足了事 光明府等其声答道 唐公为不必居民 为始不可 总教除去国贼便了 唯请两宫从速办理 诸唐两位代表各自点头 光明府等人于是告别而退 跟大家讲了经过 全体拍手各自散去了 当晚国民大会筹备处继续开会 召集各公团各学校代表 讨论白天的未尽事宜 以及将来的应对方法 大家都说 北京被捕学生存亡难捕 应急设法营救 不如网见护军使卢永祥 要求奠请释放学生 各学校因为有兔死湖碑的感觉 主张的更起劲都说 目的不达即一律罢课 一决以后已经是半夜了 大家又定好第二天的行动计划 然后散去 内地各省因为国耻纪念 以及青岛问题 聚众开会不甘做事 就连我国留学日本的学生 心怀雇国也群起响应 五月初留学生准备发起集会 四处寻找会场 但都被日本警察阻止 大家更加愤怒了 便准备在我国驻日使馆内开会 这样免得日本人干涉 于是选派代表去见代理公使庄景科 说明来意 庄颇有难色 然而当面不便斥责 只好支支吾吾应付过去 等代表走了 却通知日本报馆 说不同意留学生开会 到了五月六日晚间 使馆内外巡警宪兵 层层密布如临大敌 留学生前往探场 却听到使馆里面 生肖继月 闲管悠扬 又有一个悦耳的女生在唱戏 学生们一打听 原来是京剧名林 梅兰芳赫日演出 使馆的人请她来唱天女散花 所以才会这样热闹 留学生得知以后 无不叹恨 料想借使馆开会的事 定难如愿 于是连夜开会 决定分队游行 到各国驻日公使馆中 递交请愿书 天亮以后 留学生聚集了两千多人 分为两组 一组从魁桥下车 一组从三宅板下车 整队前行 三宅板一路 遇到日本巡警 勒令解散 学生们与警察辩论 说我们并无妨碍治安的举动 为什么阻拦我们 随即举起白布大旗 上书 打倒军国主义 维持永久和平 直接收回青岛 武器国耻纪念等等 日本巡警要上来夺旗 因为留学生不肯给 竟调来马队 劫住去路 甚至拔刀威胁 留学生冒死突出百余人 来到英国使馆 禁建英国代理公使 英国公使 倒也热情接见 并说 朱军热心国事 颇堪钳钳佩 我当代打比国政府 及巴黎奖和委员 为朱军欲网建他国公使 当推举代表前往 袒获人数过多 徒售日警干涉 有损无益 留学生将陈述书交出以后 告别英国公使 再到法国使馆 法国公使说的跟英国公使差不多 学生们告辞之后 已是下午四时 因为还不知道 奎桥那一路的情况 便前往日比古公园等候 不料走到半路 又有大批日本军警前来 把留学生的白布旗帜 全部夺走 有一位公姓学生 持国旗前往 日本巡警来抢 他坚决不放手 旁边有一位叫吴英的学生 朗声对日本巡警说 这是中华民国国旗 如等怎得忘犯 日本巡警瞪着眼睛呵斥道 什么中华民国 说着又招来日警数十名 把吴英打倒 又用绳子捆住两手 拖着就走 幸亏后队留学生拼死相救 全力夺回 日本巡警还不肯罢休 一路追着打 又抓走了几名学生 剩下的人呢 就都跑到中国青年会里 暂时躲避 奎桥那一路 先到美国使馆 求见美国公使 美国公使因为生病 未能出面接见 只是令秘书出来接待 答应电打美国政府 及巴黎会议委员 学生退出后 又来到瑞士公使馆 被日本警察拦住 不得入内 只好选出代表 入地意见书 之后又来到俄国使馆 俄国公使对学生说 现在我国内乱方丈 连巴黎和会中 且未闻代表出席 本使对朱军的举动 也表同情 可惜力不从心 势难相助 但仍当就正义人道上 极力主张 养父朱军热望 说吧唏嘘不已 学生们也凯然辞退 到了馆外 都说 外国使馆 尚许我等出入 同声赞成 然而我国使馆 反倒闭门不纳 太没情理 我等非再去使馆一次不可 于是又向中国使馆进发 快走到使馆时 忽然来了无数军警 骑着马 握着刀向学生冲过来 抢夺学生手中的国旗 举着国旗的是 著名留学生 山东人杜忠 死力坚持不肯放手 军警一面用十几人围住杜忠 一面指挥其他人 把学生的队伍冲散 杜忠世故历劫 被打倒在地 不但国旗被夺 而且身受重伤 被日本警察抓走 其他学生也被打得 伤痕累累 气息奄奄 有一位湖南小学生 李静安 才十岁左右 身遭毒手 倒地垂危 虽经众人救出 已是九死一生 学生们遭遇如此暴行 不得不各自奔回 陆续躲入中国青年会馆 青年会干事马博元 主持召开临时职员会 商议办法 决定派人去找代理公使 庄景科 以及留学生监督 江雍 请他们就此事 与日本政府交涉 哪知派去的人 回来报告说 都吃了闭门羹 那么这些驻日的留学生 如何自救呢 下回接着讲 请不吝点赞 韩咖啥 途 kan我们使用